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经典美剧《行尸走肉》第八集的第五集 上集我们讲到,神之国的队伍攻打一个救世军少战 遭遇重机枪围剿,只有卡玛、西吉王以及杰瑞三人生患 连西娃也被行尸吃掉 因为他这个角色比三个人类演员预算还高 瑞克和努哥半路拦截运枪车,顺利将机枪截了下来 开车的男人身受重伤,但他明显不想让瑞克好过 临死前撒谎说,少战的救世军与西吉王的人通过一尽 就连卡玛也死了 接下来时间回溯到联盟军进攻救世堂的那天 在他们杀到之前,贝多哥带着老格雷来接尼根 同时救世军几个少战的老大也前来开会 格雷对尼根承诺,自己有办法能平息这场战争 但是事后他还想当回山点寨的老大 他自认比麦记更懂得怎样观念人 最关键的是,这个老奏货并不想开战 美金明月不喜欢杀人,其实就是自己怕死 前面我们说过,贝多哥是喜欢与格雷合作的 因为他又懦弱又容易控制 于是提出现在就杀去山顶寨 把麦奇和他的人都杀光 这样不但能镇压他们,还能震慑其他几个部落 尼根实在有点听不下去 一来,他觉得老格雷就是个墙头草 说不定一边讨好自己,一边纵容麦奇来反抗 二来,像贝多哥这样的心腹,竟然还不知道他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就会叫嚣着把人杀光 于是气得忍不住砸了桌子 讲到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尼根这个人 从他一直以来的行为习惯来看 他擅长杀人,但并不是个杀人狂 尼根的原则是,在正确的时间杀正确的人 以此就能救更多的人 这也是他救世君这个名字的来历 简单来说,就是枪打出头鸟 外加杀鸡井猴,目的是让剩下的人恐惧 因为没有比直面死亡更恐惧的事了 而且他深知,他能作为作福到今天 像皇帝一样生活 依赖救世君众人,以及其他部落的臣服和供养 所以他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记得这句话吗? 瑞克曾经说过,迪安娜也曾经说过 当领导的,果然都明白这一点 因此眼前的尼根是不准备打开杀戒的 他命令大家要胡捉瑞克,麦琪和西京王 然后以最残忍的方式,当众将他们处死 但能没有想到的是,瑞克这次比他很多了 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一定要推翻救世君的 还没等他们行动,联盟的大车队就开到了 而且瑞克这次拒绝和谈,一门心思就是来打仗的 这才不得不让老格雷这个怂抱上去试一试 结果不出所料,老格雷果然没什么乱用 而瑞克竟然利用刑事大军,直接包围了救世堂 行动之快,战术之高,也在尼根的预料之外 因此,在尼根被刑事包围在车里时 他对神父说,瑞克真是个混蛋 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太小看了瑞克 他为了杀掉自己,能接受牺牲掉联盟中的任何一个 神父当然认为,尼根只是在贼喊捉贼 他自己才是个大混蛋 神父对瑞克是绝对认可,且有着一些宠白情绪的 毕竟他过去是个背叛教重的罪人 一度想要自杀赎罪 但后来瑞克给了他一些机会 为保护社群而努力,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价值 在他眼里,救世君和尼根才是罪人 趁着大家共处绝境 他提出要帮尼根做告诫 让他死前可以有个机会忏悔 就在他俩探讨人生的时候 救世君的几个头头商量如何逃出去 街头姐建议让楼下的工人开道 心意行事 他们趁机从另一个方向逃走 之前我们讲过 救世君除了尼根的心腹 负责烧杀抢掠作为祖福 其余的都是正公分的工人 他们是军中的下等人 所以街头姐打算牺牲他们 尤金告诉他,这个方法不可行 根据外面形势的密度 几十个人出去就是养入虎口 几分钟就会被干掉 街头姐看不起尤金这种死飞宅 威胁着要把他丢出去 阿德盲几个话查说 工人的数量远远比他们多 现在应该团结他们 而不是挑起对立 加文又提到 就算他们逃出救世堂 外面也可能埋伏了联盟的狙击手 现在倒不如解决一个近处的问题 联盟军竟然能选中 他们在这开会的时候动手 实际恰得这么准 分明就是有内奸报信 说文 所有人的目光自然对着了尤金 毕竟他不久前还是亚历山大的人 但实际上 报信的人是阿德 尤德知道再谈下去 尤金可能就会当了他的替死鬼 立刻把话题又引回了如何逃出去 他提醒大家别再护咬了 他们和工人要彼此依靠 但是站出去和工人谈判 说服他们共同对付形势 这个任务听起来 可别找内奸要难多了 阿德主动站了出来 表示他会带这个头 贝多哥忍不住给他点了个赞 以为这小子现在出去了 但实际上 阿德比谁都想逃出这里 否则要么困死在这 要么事后被尼根识破那件身份 那个下场 可比死还惨 而尤金以为 阿德这次主动替自己解了尾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特地私下感谢了阿德 我们说回被困的两人 尼根不认为自己需要忏悔什么 他没做错什么事 就是君原来是一盘散杀 救世堂就是个流氓盘踞的地方 原来的领导人什么都不管 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弱 而他取而代之之后 把这个地方发展壮大 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强 说到这里 车子越来越经不起行驶的推计 他们的手 挡破车底的木板伸了进来 神父觉得 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上帝安排他在这里遇到尼根 不会是巧合 他相信一切自有天意 他给尼根最后的机会 让他反省自己的滥杀无辜 可他却认为 自己没有杀过无辜 那些被奴役的工人们 不过是一种维持经济秩序的手段 用劳动换取食物自古就有 那些嫁给自己的女人 也都是他们自愿的 说到女人 尼根突然被过去审 似乎有些避讳 神父趁机问起 在这些女人之前 他有没有过深爱的结发妻子 尼根突然就沉默了 这显然是个他不愿提及的话题 而震得分神之际 神父突然抢过他腰间的枪 躲进了旁边的一个小隔键 而这时 越来越多的行驶把手伸了进来 车子维持不了多久了 再来看看瑞克这边 他们在车上找到了机枪 和不少炸药 奴哥打算一刻不停 直接用炸药把救世堂轰爬 让行尸全都涌进去 结束这一切 他显得有些寂静 大概是刚刚听到 神之国的人都死了 也包括卡玛 现在有点愤恨难平 瑞克提醒他 救世堂里不只有尼根 还有很多无辜的工人 这么做也等于杀光了他们 但是奴哥这时太过激动 根本不听瑞克解释 坚持要开去救世堂 瑞克想要再劝 突然被奴哥反手给了一拳 两人竟然就这么严低打了起来 而这场价 打得成本有点过高 就在两人抱在一块时 车子因为起火爆炸 一车炸弹和机枪 全秒成炸 所以这一路的辛苦 到底是为了什么 竟然一架就给打没了 这不明摆着要给救世军留后路吗 两人心疼得一连蒙笔 瑞克提出 要要演计划继续行动 说完两人分道扬表 奴哥骑车刚往救世堂 瑞克则要完成最后一步 搞定检和盖榜 尼根将一些绳尸的头撒碎 然后搬进车里 他劝神父与自己合作 眼下只有两人联手 才有可能逃出去 所以他并没有动过 杀掉神父的心思 还是那句话 人才是最重要的自愿 神父再次要求尼根向他忏悔 只要他敢悔过 自己就会跟他一起逃出去 然后向他证明 人人平等 共同努力 才是得到未来的唯一正确之路 遇上这么个一根筋 尼根也没有办法 正好忏悔说 他在第一段婚姻中出了鬼 伤害了劫发妻子 后来他就得了重病 死的时候栽变刚刚开始 但他不忍心对妻子下手 那是他最软弱的一次 看在他对妻子有愧的份上 神父算他勉强过关 代表上帝宽兽之后 两人把形式的血肉涂在身上 然后打开车门 顺利混进了诗群之中 慢慢向救世堂移动 但由于形式数量太大 神父在推脊中摔倒 被身边的形式认了出来 两人不得不开始战斗 而在他们突围之时 救世堂内部也发生了变故 工人趁机从他们圈订的一楼 找着上来 吵着要食物喝水 还质问他们打算 怎么帮大家逃出去 得知尼根都已经走丢了 工人更是压制不住 差点与管理层起了冲突 基督姐不得不对他们开了枪 场面马上就要掩灭成内斗 而这时 尼根的哨声传了过来 所有人本能地跪下 他仍是一副放荡不羁的招牌表情 告诉大家 他们会先做下解决内部问题 之后就会干他们一直在干的事 拯救大家 说完工人开始随身附和 有人庆幸尼根活了下来 还祈祷上帝保佑他 在联盟军眼里 他是残忍的暴军 而这些恐惧外面世界的人们 却把他当成了救世主 在他们习惯被奴役之后 没有人站起来想办法逃出去 反而会依赖于尼根的拯救 这一切都太讽刺了 紧接着 他们从战场捡回来联盟用过的枪 发现那些出自救世军的救火库 有人把枪支偷偷给了联盟军 而贾文全是没有等来于枪车 猜测自己的哨战可能被攻破了 种种迹象表明 救世军中有内舰 并且就在领导层中 尼根要求尽快把人找出来 而尤金发现 枪袋子上占有红色油漆 而他刚刚去过阿德那里 他物理的红油漆还没干 于是猜到那个内舰就是阿德 但他并没有把阿德供出来 以上就是行驶走肉第八季的第五季 另外结尾还留了一个悬念 瑞克走向盖帮的基地 天空中一架直升机飞过 看过前面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 飞机在前几季都有出现过 不知道这季会不会添上这个坑呢 瑞克打算以简台什么条件 是会摒弃前线合作 还是再打一场呢 阿德的身份会不会被发现 你应该还有翻盘的机会吗 各种悬念有待后续揭晓 本期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